为了弄清楚人为什么会陷入贫穷 世界级的贫困专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同众阿比提特和埃斯特 他们用了15年的时间 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 结果发现人之所以穷 往往是因为掉入了一个又一个贫穷陷阱中 更残忍的是 这些贫穷陷阱几乎是被人设计好的 一 垃圾桶陷阱 你以为穷人会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然而他们往往比普通人花钱还要大手大脚 阿比提特讲述了帕克的故事 帕克是印度的一个农民 他身体虚弱 无法工作赚钱 常年处于持贫状态 但阿比提特来到帕克的家时 却出乎意料地发现 他的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 电视机 DVD 移动电话 以及茶叶 咖啡和汤 这些昂贵的生活用品和他窘迫的生活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贫民窟里 像帕克这样的人并不嫌弃 为了买一台62英所的电视 他们冒着拖欠房租被扫地出门的缝线 为了吃一顿美味的龙虾 他们宁愿在之后的29天里 天天吃泡面 为了一瓶除皱面霜 他们可以忍受在寒冷的冬天 因为欠缴染气费被停掉共乱 无论怎么劝说 穷人们还是一有点钱就跑去购物 无法控制自己享乐的欲望 缺乏延持满足的定力 于是他们掉进了生产者设计的圈套里 前段时间520 每到穷人节 商场都赚得盆满钵满 花店忙得不亦乐乎 可节日刚过 垃圾桶却堆满了被丢弃的礼物 鲜花玩偶口红香水 生活中这样的垃圾桶陷阱无处不在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无论什么节日 都被商家营销成购物节 稍微短视频的功夫 就不知不觉下单了好几件商品 本想趁着双十一捡个漏 却在凑单的时候 又多加购了几件计划之外的东西 制造消费者 消费主义全球始终有一个观点 消费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资本最擅长的三件事 一 凭工创造稀穷 二 用消费品划分社会层级 三 设法加快仪的消耗所 秋天的低杯奶茶 欠自己的一场旅行 一辈子一次的设置婚礼 生产者在想方设法掏空你的钱包 当你跟风消费疯狂剁手而不自知的时候 就是你走向贫穷的开始 二 奶头乐陷阱 二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竞争的加剧 美国贫富差距 阶层分化成为主要矛盾 如何让底层穷人安分守己 时任美国安全顾问的布尔金斯基 提出了著名的奶头乐理论 他认为可以给80%的社会边缘者一个奶头 这个奶头可以是发泄性娱乐 比如色情产业 游戏 也可以是大众娱乐 比如肥皂剧 八卦节目等 只要像婴儿奶嘴一样 为穷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快乐 他们就会沉浸其中 不可自拔 永远自困于底层 回想一下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在图书馆没学习一会儿 就心仰难耐 忍不住拿出手机打了两把游戏 刚着手工作门一会儿 就被推送的短视频吸引 一笔小信刷了一个小时 不知不觉 你的注意力被瓜分 你的时间被偷走 而时间和注意力 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值钱的东西 一名知乎打主讲过自己的故事 他出身农村 靠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上海的一所985院校 按说这样的学历托底 他未来怎样也不会过得太差 但他的命运 在进入大学之后发生了巨变 当时他有个室友 喜欢在宿舍打游戏 他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于是在室友的怂恿下玩了两把 短短两把游戏 让他体验到 虚拟世界杀戮的刺激和快感 从此之后 他一头扎进网游中 荒废学悦 欠下了几十万的外债 多年之后他二回道 废掉一个人的所有事物当中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品种本身 而是那些让人无法察觉的诱惑 他会缓慢轻视你的思想 三十掉你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把你完全颠覆了 豆白上头 垃圾快乐上瘾 于是你掉进了富人设计的 奶头乐陷阱中 而当穷人越来越沉迷于手机 电脑电视时 富人正一点点从网络生活中抽虑 苹果支付乔布斯 会限制孩子在家中 使用科技产品 游戏设计师对魔术世界 也避之不及 很多硅谷巨头下班 压根不靠近电子商务 心理学家亚当奥尔特 曾直言不讳 生产高科技产品的人 仿佛遵守着毒品交易的 头号规则 自己绝不能上瘾 因为处于社会顶层的他们 比谁都明白 陷入短期快乐之中的结果 只有一个 娱乐之死 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上 住着一个爱好写作的年轻人 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 每天比更不闯 但小说的销量却差强人意 他去教堂问神父 为什么我夜以继日地写作 但是作品却没有任何进步呢 神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 你早上都在做什么 我在写小说 神父又问 那上午呢 他回答 也在写小说 神父继续问 下午呢 听到这话 年轻人有点不耐烦了 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其余时间都在写小说 那你什么时候思考呢 年轻人才明白 自己的状态 就像滚筒里的老鼠 为了知道 头顶的那块奶酪 他拼命地奔跑 然而结果是 一直在原地打转 陷入越穷越忙 越忙越穷的管车 听过这样一句扎心的话 如果单纯忙碌有用 那当今的首付 只会是一头拉默的鱼 工作中让你更值钱的 不是忙碌的程度 而是思考的深度 作家李商龙 曾在新东方当老师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他向排课的领导 申请周末晚上不上课 即使这意味着 他每个月收入会减少四五千 别的同事周末忙着上课挣钱 他待在家里 看书 看电影 思考 后来教培行业没落 那些同事要么失业 要么转行 而他提前为自己 谋划了新的方向 开公司 写书 忙但不要穷忙以为这种总结道 无论多忙 都要给自己一些空余的时间 这些时间要给自己放空 思考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方向 有没有更棒的路 一直低头赶路 忘记抬头看天 就容易掉进贫穷的星空 一个又于杂物而懒于思考的人 注定会陷入平庸的困境 学习新的知识 提升自己的技能 做出长远的职业规划 摆脱低质量的勤奋 养成思考的习惯 才是你人生破局的关键所在 四 萧生克陷阱 经典电影萧生克的旧书中 老布是监狱里的图书管理员 在这里复兴了50多年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推着书去监狱里走几圈 然后记录下借书人的名字 轻松安逸的日子 让老布很满足 他把这份工作 当成了自己的专职 从没有想过会离开 直到有一天被驾驶出狱 街上穿流不息的车流 让他惊慌失措 高耸入营的建筑 让他倍感之气 出狱后 他被分配在超市工作 然而他衰老迟缓的行动 却总被顾客投诉指责 生活在高压状态之下 他甚至连觉都睡不安稳 每天活在恐惧之中的老布 一年之后选择了自杀 人安于监狱 死于自由 这就是所谓的萧生克陷阱 电影中有句话说得好 刚入营的时候 你通论周围的高桥 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 最终你会发现 自己不得不依靠他而生存 这样的监狱 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 它是那份安稳到让你失去进取心的停饭碗 它是那个可靠到让你逐渐麻痹的看家本领 日子久了 你按着弱素 甘之如意 但只要发生一小小变故 你就会发现自己成了一只弱鸡 在黑天鹅面前毫无抵抗力 博士的大学曾做过一个实验 实验人员要求受试者将闹钟调整到六点 第一组把闹钟放在书桌 第二组则放在床头 两周以后 第一组大部分人都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而第二组平均起床时间几乎没有改变 当闹铃响起事 人们会本能地关掉闹钟 但如果闹钟很远 人就必须离开书舍的北窝 自然会开始一天的生活 陈迷书舍不会给人带来任何成长 不打破书舍清 永远是支付不清 而改变的过程 虽然伴随着不是 但漫出那一步 你就能不断更新 拥抱更好的自己 我始终相信 贫穷是一种设计 但不是宿命 没有一个人注定贫穷 除非他自己愿意 当你主动跳出贫穷的陷阱 就是你富足和自由的开始